我今天要趕緊嗎 趕緊 一看那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山友驚喜 立刻上前合照 中秋節一早來爬陽明山 而和陳時中一起登山的人 正是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有一個雕方這裡來這邊 打卡的 謝金河化身老師邊爬邊簡說 而被問到台北市長要支持誰 他沒有猶豫就是陳時中 所以會立挺部長嗎 我們樂觀其成 我相信部長是一個 將來如果他能夠當市長 我相信他可以讓台北市做得更好 對陳時中大力稱讚 畢竟兩人早有這層淵源 坐在謝金河旁邊 陳時中就像學生一樣聽得仔細 原來是七月底剛投入選證 競選團隊安排一連串課程 要讓陳時中不只有醫療專業 還要具備當市長的能力 而陳時中的學習態度 讓謝金河留下好印象 參選之後 大概前幾個去給部長上課的人 很耐摸耐操 對很多他不懂的問題 他會不斷的發問 晚上九點才開始討論 然後有時候一討論都討論到十二點 甚至於超過十二點 他照樣都完全配合我們 不只謝金河請郎相守 包括前文化部長 鄭立軍 前立委姚文智 以及金華酒店董事長潘思亮 通通當起阿中的老師 協助陳時中從指揮官 快速切換選戰模式 而現在除了謝金河 表態力挺陳時中當市長 聯電前董事長曹星成也讚瞎 阿中其實站來 我覺得也沒問題 謝謝曹董事長 那我想我們也是這個道多助了 那這個道就是堅持 台灣的一個正義 從財經專家到科技業大佬 紛紛相挺 轉換身份 陳時中也甩掉過去政務官光環 跨領域虛心情義 要讓自己成為台北市長最佳人選 參選陳軍姐 祖君 台北報導